范大人 长公主唤你过去 有话交代 凑近些 这几日 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我 怎么也没个动静 殿下莫及 随时给您个动静 你若发誓效忠于我 我可将婉儿嫁于你 内裤裁权也给你 还有更多你想要的 那我要是想要你滚出京都呢 伟大的愿望 一定要试试看 臣定不辜负公主积许 范贤跟姑姑倒是相聊甚还 不知道在聊什么 这与我何干呀 太子是想收范贤玉门瞎吧 不如咱们打个赌 看范贤到最后会投靠谁 赌什么 拿命吧 不如咱们打个赌 臣开的这个玩笑 不符合礼数 太子殿下 恕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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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你还从未见过庄先生吧 或是天树 北齐出了这么一位文坛大宗师 数十年来试经著文 著作等身 从某种角度讲 他比帝王还要强大 文道传承 在于一身 老爷子也不嫌沉 若是让读书人听到 定会骂你不遵圣贤 我怎么会承认 这话是我说的 我听说有人 将希望托付在你身上 期盼你终能成就 文坛大家的身份 公主想必不会这么期望 好了 庄先生到了 练习也该开始了 你也归座吧 臣告退 机会我给你了 是你自己不要的